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个够拜五楼 走位礼拜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近两个月震惊情势动荡 前首相特拉斯就经济不成 上任49天就被迫下台 疫情和恶乌战争固然冲击经济 但金融时报指出 当前物价飞腾 投资与贸易低迷 其实源于脱欧效应 这代表英国经济困境有结构性的因素 未必会随着疫情趋缓与恶乌战争结束 就自然化解 卫生福利部使药署召开专家会议 核准莫德纳BNT的COVID-19 次世代BA.5 二架疫苗紧急使用授权EUA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毕胜说 首批预计向莫德纳采购60万到70万计 最快会在11月上旬到货 新闻爆刷 下来为大家爆上一条 非常惊艰的歌曲 这是8300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 第一部的主题曲 叫做《铁血丹心》 那一部吧三版的射雕英雄传是一部港剧 是由黄日华先生演郭靖 我美玲小姐演黄蓉 非常经典 非常好看的港剧 我推荐大家都去看 我是直接收藏一整套的 大家应该都会想像 首来哼一段让你们评评一下 我来听一下原版的 罗文 一个珍妮苏英雄的铁血丹心 再回来却相 字幕志愿者 杨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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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理材 不怕变成大口袋 全台湾都一无二 最专业最有兴套味 更加无工科的电台 不去业公布电台 哇 这么好看是要再切了 不用切 想去打开 数位好看 隆重比较 要听到 咖啥要紧哦 猪鼻丹丸 哈喽 贝比 欢迎到来 暗席抱抱了 我是朱祁琳 阿秋 今天是礼拜五 星期五 快乐星期五 要放假咯 好嘞 哪来暗席抱抱呢 每礼拜后的当晚主题是 野文消息 哇 最近是不是 还有几天啊 今天28 29 33 还有三天 就要到了万圣节啦 大家啊 万圣节有准备什么party吗 有要扮鬼吓了吗 吓到人家 吱吱吱吱 我看那家不过咬鬼 红金宝那家吱吱吱吱 我别怕到 要太怕 好了 好了 因为接近万圣节的缘故啦 所以阿秋勒 吉拉里在座 整理了一些万圣的好去处 来告诉大家 除了上次说到的 力宝世界啦 还有义大啦 这边还有六大万圣节派对游行喔 包括了台北101 台北市立动物园 这些等等啊 都有半装拿好里的活动喔 每到十月啊 大人跟小孩子们 就会开始为万圣活动做准备 搅了衣服啦 买了一些道具啦 这是以往工可以变身成他们喜欢的偶像明星角色 还有鬼魂 小精灵 女巫 魔女之类的 打扮完后 当然不可能待在家里孤芳自赏了对吧 一定要参加盛大的游行 让人看见 看光光啊 所以咧 咱来看第一个点 不是看三点喔 看第一点啊 第一个 是台北市立的动物园 他们有举办一个 Trick or Treats的不保育 旧导弹活动 我想不到动物园嘛 我举办万圣节的活动喔 但是呢 他同样是变装啦 风格就不是偏鬼怪系列喔 而是以动物为主题 你只要本身动物啦 有动物元素都可以啦 或者比如说 动物花纹啦 比如说斑马 黑白线啦 或是这个有的 有别这个动物徽章的话呢 就可以在其中的 一个活动环节啊 它叫做 动姿动姿 变装小舞台 与主部警来合影合照 就可以获得神秘的小礼物 夜瓦当喜干喜 2022年10月29号 星期六的下午3点半 到9点 10月29号 星期六的下午3点半 到9点 第一点就是在台北市的 势力动物园大门广场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店 也是在台北 台北儿童新乐园 有举办万圣节变装点心趴 哦 吃点心的喔 漂亮喔 只要变装就能免费入场玩闯关游戏 小朋友可以持着几点卡到多个摊位做闯关 完成游戏条件就可以抽奖哦 奖项很丰富耶 哇 有iPhone14啦 这么有钱喔 还有55寸的大电视耶 拜托耶 怎么喝得到这样啊 还有Switch啊 LITE喔 Switch LITE系列等等 小朋友玩得开心呢 大人也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哦 哇 这样好像有点 大人利用小孩去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感觉 啊不是你出来要做啥 万圣节变装点心趴的活动时间 10月29到10月30 10月29到10月30 那他有开员的时间呢 都可以进入 办庄进入就是免费入园 他的开放时间是 早上9点到晚上6点 早上9点到晚上6点 地点在台北儿童新乐园 好 所以来看第三点 台北一空一的台北101 举办了导弹party 导弹派对 平常西亚高101是不是都战战兢兢的啊 好像说搭电梯上去要钱吧 要收费吧是不是 不过咧 在万圣节这天 嘉奖小孩总算可以放松一点啦 对10月28号到10月30号这段期间 每天的2点 4点 6点 每天的哦 来 从28号到30号 每天的2点 4点 6点 都会有导览人员 带着大小朋友 从B1开始 浴馆内的各品牌店里 玩Trick or Treats的游戏 跟着高冷的贵哥贵姐们 讨要糖果吧 接着还可以到89楼 听故事姐姐说故事哦 好 抖蛋派对的时间 是在10月28号到10月30号 每天的246 就下午啦 下午的246点 总共有9场 活动地点在台北101 好 说了三个地方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稍等来继续另外三个地方 来 先为大家补上一首歌曲 豆芽菜 这是台正小城市所演唱的 豆芽菜应该不是一条 台课在唱的一条吧 豆芽本来是力道力道法 也变豆芽 豆芽世金无世衣 世衣就没当做豆芽 应该不是啦 这是我印象中的豆芽菜的歌 我们来听听听这首歌 谁做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我才不厉害 想在旁连地弹都不会白 谁吃饭只配都要猜 我有点人类耳朵只用来点缀 有天靠谷学家挖到我的年代 我会默默口袋 还好有个家来 谁说成功要借别人肩膀往上踩 谁又在努力造神给人崇拜 想亲吻你心里的小孩 在不在在不在还在不在 别问我豆芽菜到底应该怎么卖 我脑袋装了多少多了爱门口袋 洗洗成梦里进来 我的歌非法下载 没关系只要记得住我枕头猜 别为我豆芽菜 究竟应该怎么猜 我明下没有多少财产能够接待 我啥啥啥都不改菜 我的歌往音地赛 就当为我庆祝又划那一首歌载 我明下没有多少财产能够接待 别问我豆芽菜 我都要猜 我的音乐怎么卖 我脑袋装了多少多了爱门口袋 洗洗成梦里进来 我的歌非法下载 没关系只要记得住我枕头猜 别问我豆芽菜 究竟应该怎么猜 我明下没有多少财产能够接待 我啥啥啥都不改菜 我的歌往音地赛 就当为我庆祝又换了一首歌载 各位出头家大家好 我是英建叔叔中吴欣笑 我们的出家如果申请做金颇帖 我们有三大好康 每一屋 每个月 租金万五块以来免税 房屋税减半 地下税比较主要 欢迎来做公益出座人望站 还是卡 控日七七二九 北控控三 做好处 做好处 欢迎大家做回来 以上说是由来进步 跟来进步应件事提供 哎哟 哎哟 小外啊 什么都好处 悬化牌照才可以上路 也要记得 投保强制显 如果骑了没有合格标章的电动车 就会被没收 哦 原来如此啊 那要怎么看有没有合格呢 老板 你看看这里 有一个红色闪电的符号 哦 在这里 我看到了 请渔船主主动告知外籍移工 骑乘电动自行车 务必投报强制显 拥有合格标章才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是一套耶 不是一颗 一套永流传 保险套 可以吗 可以 哈啰 欢迎回来 暗示抱抱 我是主持人 阿秋 今天暗示抱抱主题 有点讲到日本消息 接着分享到 有关万圣游行 有个万圣市值一派对的地点 我们先讲到123点 接下来到第4点 在台中有新章有薰衣草森林 生精灵寻花祭 这跟我们看到的一般的那种 阴森 黑暗 或是恐怖的那种万圣氛围不同 它这边的主题 比较 彩那种明亮的 比较光亮的 精灵 仙子的那种氛围 所以如果是 会怕黑的 怕黑的 可以算在这里过万圣 它这边都是那种 金黄色的 有灯的 很亮的 的系列 好 它已经在8月26号 盛大登场了 会一路到 11月6号 会一直举行到 11月6号 它是户外场景的 生精灵寻花祭 在这边呢 在森林里可以找到 顽皮的南瓜精灵 跟他们合照吧 蛮好打卡的 还有大熊熊的造景 真的太可爱了 那在台中的新设店 有梦幻的旋转木马 大家可以依照喜欢的造景 决定去哪个分店来采点 在新竹跟台中 都有这个 薰衣草 生精灵的造景 台中新设店 营业时间是 平日的话 早上10点半 到晚上6点半 假日的话是 早上10点 到晚上6点半 它是要门票的 门票 门票要150块 全票 可以抵消费100元 好 那新竹的尖石店呢 营业时间是 平日的话 是早上10点半 到晚上6点半 假日的话 一样是10点 到6点半 全票的话 跟两个分店 都是一样的 都是全票150 和抵100元的消费 好 转来来看看 第五个点 新竹的六福村 六福村有一个 2022 恶啊 邪恶的恶啊 灵魂的灵啊 然后恶啊 这个是恶 这个叫什么恶啊 就是那个 恶 去掉口部 恶 恶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反正是2022 不是数字啦 是中文字啦 你自己去查六福村 2022 这样 六分之万圣活动呢 感觉比较限制极一点啦 所以呢 不适合那种 胆小儒鼠啊 相似一样的人 不懂的 不懂的 不懂你对来 不懂就 回家吃你的 老年 好容易做噩梦的 这些人啊 不要过来 很可怕哦 但是呢 对那种 国小啦 或是国中年纪的学生啊 那种屁孩啊 相对会比较刺激啦 他们可能比较 比较喜欢 被刺激吧 哈哈 现场呢 不只有帮你化万圣节特效装的摊位哦 还有白鬼游行哦 还有表演跟鬼屋闯关哦 实在是非常刺激 非常好玩哦 可以提前够票啦 不用再排队等候咯 2022这个活动啊 会在9月20号一直持续到11月20号 9月20一直到11月20 活动地点就在新竹县的关西镇 就六福村啦 大家都知道的 再来第六点 最后一点哦 就是在台南的新光三月西门店 竟然有好想兔耶 这好想兔就是贴图 那好想兔啦 不是就是要偷耶 是真的偷啊 不要门票 不要门票 不用门票 太棒啊 不用门票 就可以逛好想兔万圣节期间 限定快闪电 总共有9大的主题造景 像是好想兔化身的南瓜兔 恶魔兔 僵尸兔 巫龙兔 魔法师兔 幽灵兔 岛居兔 河童兔 天使兔 在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们可爱的身影 如果是好想兔的粉丝啊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快闪电哦 除了有拍照的造景之外 还有独家的桌片商品 让大家带回家 因为快闪电 每天呢 才16T次分流进场 会在早上11点的时候 开始发放号码牌 所以如果想去的朋友 可以先领取号码牌 在一旁逛街逛到 等到号码牌 快接近的时候再走回来即可 一定要留意 是不是快到自己的号码牌了 然后不要说 超过的啊 你快跑步了 超过20分钟 这个没有回来的话 号码牌就会失效咯 等到16个T次过后呢 就会踩现场排队入场的机制啦 好 他的时间是从9月23一直到10月30 9月23一直到10月30号星期日 早上11点到晚上的10点 早上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 都可以来逛台南星光三月西门店的好想兔 期间限定快闪 好啦 以上这6点啦 万圣的游行派对 还有一些打卡景点 好 时间的关系咧 我们暗示抱抱 要直接先过一段热啊 大家不要错过下周五的精彩内容哦 我们现在下次空中再来设论 再会 最后为大家分享一首歌曲 少林功夫好耶 少林弟子 这才我是罗石鸿先生 所演唱的 赛富来欣赏 真是好啊 不要忘我 何去何从 忘我即使在相逢 我再不懂 这里从 天涯路不必享受 人生无奈 关他几宠 我心总是能相容 影响暴雨和狂风 我期待海阔天空 能否为我 抢伤着一脸的笑容 说你不会伤心 说你了解我心中 能否为我 在窗口点燃一盏灯 说你愿意等待 让我离境场上 还能够回到你的心中 你愿意等待我 你愿意等待我 我再不懂这里从天涯路不必享受 人生无奈管他几重 我心总是能相容 影响暴雨和狂风 我期待海阔天空 能否为我抢伴这一年的笑容 说你不会伤心 说你了解我心中 能否为我在窗口点燃的盏灯 说你愿意等待 让我离经常常还能够回到你的心中